拆次连,潜礼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你能对出下连吗? 对连的种类格式,各样但是很多都暗含很多心思精妙异常因为中国的文字实在是不大惊深处处,都可以巧设机关, 比如在读音上做手脚让明明看上去,很简单的上连却很难找到合适的下连, 只有等待时机,有了暗和中国特有的时辰,天干地支,节气,阴阳五行等等还有的在字的结构上做手脚, 比如拆字连就是取了中国字结构上了脚,这种对字很多比如蚕食天下重红, 是江边鸟,这就是拆字连的一种比较的短但是也不甚好, 对要对中国的字,每一个都烂熟于心并且活学活用彩, 可以草根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就喜欢对对子,也经常的微服私访再一次出宫, 寻访的时候朱元璋遇见了一个书生聊得很是投机, 于是朱元璋趁机想考验,一下这个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 然后让这个书生对下帘,这个书生也可能已经知道朱元璋的身份了, 也可能不知道眼前人的身份,只是单纯的处于对朱元璋的崇拜, 于是张口就对斗,一人称党,大帮大国大明军,朱元璋听后, 龙言大悦,后来破格提拔了这个书生,这个书生真的是一步登天啊, 和别人一样的十年寒窗,和别人不一样的事的老天垂青, 让他遇见了朱元璋,不必与别人一样过一次那个独木桥, 但是,也因为他自己真的有真财实学, 否则,即使遇见了朱元璋也不一定对得上来,不是吗?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能对出朱元璋的这个对子吗?评论区里见。